既然已經把這個都切割出來了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把它合併在一起 有沒有辦法把它切割 照前 前 孫 一個蘿蔔一個坑 一直到 20個字吧 也就是每一個字 幫我放一個格子 這個是固定長度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 我們資料來源 要切割 切割的長度都固定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前面有做過非固定長度 像從網頁上要切割 切割要切割至串 當然有不一樣的方法 那這邊的話 第一個我們可以利用那個 插入函數裡面 應該也沒有別的函數 應該除了那個哪一個呢 除了那個 MID的函數之外 應該好像沒有別的函數可以辦得到 你們可以再試試看有沒有別的函數 按確定 第一個的話呢 我的TES 就是我的來源 就是它 等一下會向又向下 所以先把它鎖起來 最後一個是LUMBER TRY 最後一個是LUMBER TRY 幾個字 一個字 從第幾個字 從第幾個字 這個地方呢 有至少兩種方法 一個是從這邊 上面有編號 如果從上面的編號來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 STAR LUMBER 選這個 按確定 好 那你會發現 向右 沒問題 但是向下 就會出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 我抓這個 1到20 對不對 然後它就會從這邊 一直抓抓抓抓抓抓去 拿到20個 那可是這個是21嘛 所以你要告訴它 第21個字 放這裡 22 一直到40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 60 80 每一個都是20的倍數 對不對 那也就是第一次 不要加上那個 倍數20 因為20嘛 所以呢 這個時候的我需要一個列 假設這個列號 第一次呢 不要加 20的倍數的話 那你就把它減掉 減掉這個 減掉1 對不對 然後乘上什麼 乘上它20 所以第一次一定不會 加上20的倍數 可是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抓到它 它 把 2減掉1 乘上 2減掉1 再乘上 那就是20嘛 那如果3減掉1 那就2 就2倍 變成說底下是1倍 2倍 3倍 一直往下 那這個不就符合我們的需要嗎 這個跟百家性有點像 百家性是1到7對不對 再往下 所以一個決定它的編號 一個決定它的倍數 所以你可以利用這個方法 怎麼做呢 在這個地方 加上什麼 B3 加什麼 加它的倍數 先刮弧好了 由這個來決定 1 減掉1 刮弧 乘上 20 好 這樣就有倍數了 不過呢 我們等一下會向右向